提名程序结束后 如佛伊斯坦达公主城的一国二州候选人 随即推荐选区的国阵竞选宣言 打响提名后的第一炮 这一次的竞选期为期11天 相较以往不长也不短 候选人将在这段期间设法拉票提高胜算 与选民近距离的互动交流 阐述竞选宣言等等 让选民真正的了解自己的政治理念 伊斯坦达公主城国阵团队 昨晚拉大队到士古来大选中的咖啡店外造势 吸引上百人到场支持 三个多小时的活动欢呼声此起彼落 全国700多位的国中议席候选人正式提名后 这也意味着竞选期正式的掀开序幕 其实进入网络年代 选战早已经在网络热起来了 不过传统的咖啡店讲座依然没有减少 如今更是花招百出 除了有西洋谷来助阵之外 还有大幅的候选人肖像 创意十足 就连候选人也下场打鼓助阵 这位与选民开心交流的 正是原任周五大臣南多斯里卡利诺丁的政治秘书 莫哈默凯利 首次上阵的他将攻打伊斯坦达成周一席 至于网络传方面 面对林吉祥这位强劲的对手 张秀福早就推出了不少的影片 述说自己过去23年的故事 强大土生土长服务牌 他也在场的感慨 这么多年来都是以自己的资源服务 因此希望选民投他一票 让他步入国会殿堂为人民发声 同时借助更多中央资源造福百姓 这么多年来 我在社会上所付出的一切 包括在金钱上付出的一切 在这整整过去23年来 都是属于我自己的资源 没有半点来自中央的给我的支持 希望在5月9号那天 你们能够给我肯定 给我一个更好的平台 使到5月9号过后 我能够站在你们的前面 很潇洒的来宣布政府的破款 而不是来自我的股东蔡文山的破款 伊斯坦达公主城选民人数是13万8千多人 处于超级选区 当中华裔比例是49.8% 无意占了36.8% 至于印义也有12.5%左右 一直都是国阵的堡垒区 直到上届大选 行动党派出大将林吉祥南下 立错大臣对手 以大约15000多张的多数票胜出 让这个选区成为火箭力阻地 来到本届大选 宣经百战的林吉祥 继续代表火箭出战 碰上首次上阵的张秀福 国阵是否能够重夺 这个柔南的焦点选区 全国拭目以待 巴特空间 陈思璇 韦依廷 周华 新山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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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